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达赖喇嘛格桑加措被流放的故事 它呢是第七世达赖,不过现在我们只能说它是第六世 因为这个大清朝廷啊,它并不承认,最起码在这会儿啊,并不承认它是七世 就是承认它是六世 有人说当初啊,这达赖喇嘛可是这个整个藏传佛教地区 威望最高,最有说服力,信众最多的一位活佛 你说他被流放了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实际上一点也不夸张 要不是后来啊,达赖喇嘛这一支的政治势力向大清朝屈服了 再加上呢,西藏的这个政治环境稀微的稳定了 那雍正皇帝可能就真的呀,把达赖喇嘛迁到北京 或者是呢,这个四川内地给他一个国师的封号 可能就不让他再回拉萨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长死下去 倒不了一百年,这个达赖一系啊 在拉萨的影响力,在西藏的影响力可能就越来越小 那逐渐的呢,会被其他的高僧 比如说班禅哪,有所超越 也可能呢,这大清朝会派驻一位高僧 到拉萨呢,去主持大昭寺 去主持布达拉公,有可能是张家活佛 那这一切我们都是假设,最后呢 这达赖喇嘛还是回到了拉萨 也没用几年,那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哎,您别着急,咱们今天就要把这个故事 我给您捋清楚了 咱们要想捋清了今天这故事啊 这不能从这达赖喇嘛被流放开始说起 咱们得从哪说呢 咱们才从啊,这康熙五十九年 康熙皇帝的十四子大将军王印提 屈准宝藏一战成功开始聊起 说实话呀,从这个大将军王印提 打赢了屈准宝藏之战以后 我就想跟您各位聊聊 这个西藏当时的政治制度 罗伯藏丹金的叛乱呢,咱们讲完了 那他为什么叛乱呢,咱们也介绍清楚了 首先说呢,打赢了仗之后 这大清朝啊,在西藏建了一个了 五人的联席会议 主持这个西藏的政务工作 后来啊,加到七人 但是这七人也好,五人也罢 在大清朝境屈准宝藏战争当中啊 出钱出人出力最多的 和舍特部蒙古诸王宫啊 只有这个罗伯藏丹金一人 参加了这个联席会议 皇上说了,五人也好,七人也罢呀 是共同管理 也没说有哪个人具体负责工作 这么一来呢,就得看呢 你这一支一派在这个联席会议当中 占的席位有多少了 这大清国呢,一下子呀 就占了四个名额 西藏地方的政治势力 以及贵族啊,占了两个名额 那只有一个名额是留给和舍特韩国原来这些王宫的 哎,就是这个罗伯藏丹金 他这么一个名额 没过多久啊,康熙61年 康熙皇帝驾崩了 雍正皇帝登基 雍正皇帝啊,干脆就把这个七人的联席会议解散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雍正皇帝心里啊 是谋划着一个这个 嘎伦制的政府 西藏呢,几位嘎伦呢 附着这个具体的工作 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 那这些嘎伦呢 无论是在政治上胜出的 还是在这个贵族身份上胜出的 都是从这个土摩特当中挑 也就是从藏族里边挑 没有你蒙古人 何处特韩国原来这些贵族什么事 哎,所以呢 这罗伯藏丹金呢 他反了 这就是咱们前些天一直在讲的 这月中旗也好啊 年羹咬也罢 平定罗伯藏丹金的叛乱 这嘎伦的出行啊 一共有三个人 那那会儿呢 这大将军王印提的大军呢 还驻扎青海 对西藏是相当有震慑力 也就是说呢 这会儿大清朝说什么就是什么 怎么安排 这帮藏族人呢就怎么来 康熙皇帝在外藏地区 一共安排了三位嘎伦 三位嘎伦分别是康基奈 阿尔布巴和龙布奈 康基奈啊 咱们不陌生 这个阿里地区的总管 那还是在这拉藏韩时期 这康基奈并且是这拉藏韩的女婿 大侧零敦多部率领着 准嘎伦韩国的军队 刚一出现在西藏 就被他发现了 于是他快马急速啊 就飞奔到拉萨 报告给了拉藏韩 也是他老丈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老丈人根本就不信 错过了最佳的抵抗时机 最后拉藏韩把脑袋玩丢了 在整个的曲准宝藏的 这个战役期间呢 康基奈在阿里地区 一直是一支有力的生理军 所以这战争结束以后 才被大清朝廷重用 成为了这个三嘎伦当中的 管事嘎伦 并且呀 被加封为贝子之贤 定了是三品 您记住了啊 从这开始有清一代呀 这些嘎伦 拉萨 西藏的嘎伦 都是三品 这就是一个不成文的定制了 让这个康基奈一座头子呀 有一个人不乐意了 谁不乐意了 就是这个三嘎伦当中 绝为最高的 大清朝啊 给他了一个贝子的弦 原来拉藏韩时期的 公部总管阿尔布巴 这阿尔布巴也是嘎伦之一 阿尔布巴是怎么做上的嘎伦呢 这大清朝的部队呀 一进西藏 他属于是带路党 一直啊 就在这大清朝的军队当中效力 所以他才得到了嘎伦一职 他为什么瞧不起康基奈呢 他认为康基奈呀 是个乡下磕子 这话怎么讲啊 这个他的公部 嘎伦啊 他一直生活在拉萨 他瞧不起出生在阿里地区的康基奈 他认为啊 那边人都是乡下人 而且你们的地儿也不行 连草都不长 连树都不长 再者呢 他还有另外一位嘎伦龙不奈呀 他们都是贵族 所以他们看不起康基奈 也不愿意受他领导 只不过现在呢 这清朝大军还在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朝廷怎么安排呢 咱们就怎么来吧 那这龙不奈又是什么人呢 最后一位嘎伦龙不奈呀 是原来呀 这个拉萨 拉萨韩政权的财政部长 这个官职啊 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名称 叫做资本 当然了 一开始啊 桑嘎伦时期啊 这嘎伦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各管一摊 各自的工作互相不干扰 所以说呢 矛盾就不凸显 再者了 就像这个阿尔布巴 他也琢磨了 我是败子 我呢 比你爵位高 你虽然是在这个政治上主政 但是呢 你见着我呢 你得行礼 因为我爵位在这摆着呢 可是这雍正皇帝一登基 清朝大军呢 撤出了西藏 虽没都撤出啊 但是也只是留下很少一部分 雍正皇帝一登玉旨 给原来这三嘎伦呢 又加了两个 一位啊 是当年在藏南地区 积极抵抗着 准嘎伦韩国军队的 拉藏韩的秘书总管呢 叫波罗奈 哎 这的歌呀 咱们也讲过 是一位啊 很有骨气的藏族领袖 准嘎伦韩国的这个伪政权呢 当时用高官 以及巨额财富 引诱他也没能使得屈服 一直在藏南地区坚持抵杠 后来兵败呀 就投靠了康基奈 也就是说呢 这波罗奈和康基奈之间的交情啊 是没有人可比的 这康基奈对波罗奈有救命之恩 很明显呢 这是雍正皇帝 给这个康基奈呀 加了一个助手 哎 这样呢 这势力就均衡了 二不八 龙不奈呀 是一股势力 康基奈 波罗奈 是一股势力 那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从达赖喇嘛身边调来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达赖喇嘛手下的一位官员 是强祖 叫做扎尔奈 那这雍正皇帝很明显啊 这就是啊 他安排在这嘎伦当中的一个和氏佬 作为一个佛教 宗教人士 还互相调和之间的矛盾而已 除了负责他本身的嘎伦工作以外呀 他还要这个均衡一下双方势力的矛盾 并且呢 升了康基奈的爵位也是贝子了 可是啊 这从此以后 这康基奈见着二不八呀 哎 就不再行礼了 改为这二不八 向康基奈行礼了 因为二人现在的爵位都是贝子 可是中央朝廷认为 康基奈是这五人的嘎伦小组的首席主管嘎伦 那你这个普通的嘎伦 见着康基奈能不行礼吗 这一下子矛盾就激化到了顶点 那么现在呀 说了半天了 咱也没提到达赖喇嘛呢 哎 你们别着急 马上就来了 那现在呢 这嘎伦之间的政治对比是二比二平 哎 剩下一位这个强左 扎尔奈呀 人家谁的人也不是 这个波罗奈和康基奈这二人怎么想的 咱们不知道 但是二不八 他是这么想的 现在呢 龙不奈是我的人 我能拉拢过来这位扎尔奈呀 那我就是三比二 我就有胜算 于是呢 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和谁关系不错呀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索南达杰 那么说 这索南达杰 能够动摇这个扎尔奈一位宗教人士 哎 达赖喇嘛身边的强左 投靠这二不八吗 能 您可不知道 这索南达杰 他不是外人 他就是现在的这个六世 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的清殿 那这个二不八 就琢磨 那拉拢他 怎么拉拢呢 这太难办了 你说他缺钱 达赖喇嘛的钱 有的是财富啊 不是普通人能想象到的 这清朝的时候 李败苑呢 给这个大清朝廷 给皇上一份清单 上面写的清楚啊 这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主管寺院 以及僧人 还有农奴的清单 这达赖喇嘛管多少寺院呢 三千一百五十座 管理喇嘛呀 三十万零两千五百六十多人 手底下呢 管理着农奴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 那这班禅喇嘛呢 管理的寺院呢 明显就少得多 他管理着三百二十七座喇嘛庙 有喇嘛呀 这个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人 有农奴呢 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那在这儿呢 咱们也可以的就是着重的介绍一下 这格鲁派作为当时拉萨 到现在为止 在西藏也是第一大宗教教门 他大概控制多少农奴呢 大概就是十二万八千户 格鲁派有多少喇嘛呢 在那会儿啊 有三十一万多喇嘛 那您想它是个什么比例呢 这藏区一共有十三万户 十二万八都是格鲁派 所以呢 其他的教门教派 什么花教白教啊 红教啊 加到一块也不如他一个脚趾头 那咱们扯远了啊 咱们要说的是达赖喇嘛 到底有多少财富 所以啊 人家家不缺钱 那这二不八呢 起了非智了 他竟然呢 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六世达赖的父亲 索南达杰 那这一下子呢 从这世俗角度来看呢 这个二不八成达赖喇嘛的姥爷了 那么说这管不管用呢 管用了 在索南达杰的缩始下 新任的这位嘎伦强左扎尔奈呀 就加入了二不八的阵营 哎 故事来了啊 是有这么一天呢 这康吉奈的好朋友 同是嘎伦的波罗奈 哎 攻势外出 趁这个机会啊 哎 这二不八可就要动手了 那这二不八对这个权力的欲望啊 简直就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了 直接呀 就在议会大厅当中 就把康吉奈给杀了 杀完康吉奈之后 立刻对普罗奈 就发出了追杀令 也没勤等着哀揍 在后藏 以及自己的藏南地区 集结了九千军队 就要跟这些叛军拼了 那么说怎么又称呼他们为叛军了呢 那肯定是叛军 二不八 龙波奈 扎尔奈 这三个帝八呀 联合起来杀了帝八首领康吉奈 这就是造反 康吉奈 大清朝的辈子 并且是三平嘎伦 康熙雍正两辈子皇帝 任命的三平嘎伦 你说杀就给杀了 这能不是叛乱吗 于是啊 这普罗奈一面组织抵抗 一面就赶紧派出人家呀 往北京方向 往大清朝廷报信 说说的一张嘴呀 说不了两头的事 咱们现在呀 得说这个大清朝北京的事了 其实啊 这西藏拉萨的五嘎伦布和呀 这雍正皇帝在北京就早有话了 雍正皇帝一听就火了 怎么着 正供我亲自新任命的第八扎尔奈 本来呀 作为一名宗教人士 让你加入这嘎伦小组 就是让你调节这些人的矛盾呢 谁想到你还私自加入了这个阿尔布巴的阵营 处处为难我的主使嘎伦 雍正皇帝于是就写了一道圣旨 这圣旨是什么呀 圣旨是罢免阿尔布巴龙布奈 以及詹尔奈这三个人的嘎伦之职的 命这个内阁学士 三阁副东统马嘎和陶明 再带着一个副将啊 严如青率领着卫队 护送着宣旨大臣进葬 走到半道啊 巧了 正好和普罗奈送信的人呢 碰见了 这帮大臣一听啊 做不了抉择 于是啊 赶紧派人快马鸡鞭回到京城 让雍正皇帝拿主意 雍正皇帝一听啊 这西藏的三嘎伦牟返了 那是勃然大度 兵发三路 从这个西陵府 打剑炉和云南方向 三个方向放拉萨出兵 等到这大军呢 突入到西藏之后啊 哎 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广靠这普罗奈一个人啊 在西藏拉萨三大四三人的配合下呀 顺利的攻入拉萨 哎 这叛乱结束了 二不八龙不奈 扎尔奈 哎 都成了阶下之囚 消息又奏报回到了北京 这雍正皇帝下了旨意了 二不八龙不奈 凌迟处死 那扎尔奈呢 僧人流放吧 这一提到流放啊 藏区的流放非常有意思 咱们知道这雪域高原 其实啊 才是苦寒之地 这藏区的周边呢 反倒是气候宜人 适于生存 那从这个拉萨往外流放啊 通常都流放到那些 更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 所以说流放了扎尔奈呀 这扎尔奈算是想服去了 那朝天一调查啊 跟随这个 二不八叛乱的 还有十七名从犯 这十七名从犯不好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他们都是达赖喇嘛身边的人 其中的主犯就是索南达杰 六世达赖喇嘛的亲爹 雍正皇帝非常生气 虽然呢 不能过于深的追究 但是不惩罚是不行 于是雍正皇帝下职 让这个索南达杰 带领着六世达赖 你们爷儿俩呀 先别在拉萨住着了 回你们的老家礼堂吧 并且又下了一道纸业 发到了哪啊 发到了扎实伦布寺 让这个武士班禅 尔德尼格桑一席贝桑布 赶紧呢来拉萨 接替达赖喇嘛主持工作 雍正皇帝又想了想啊 看来呀 这一窝嘎伦是不行 得找一个呀 和这个大清朝贴心 有能力的人呢 做嘎伦 把这工作呢 交给一个人 那他想起谁来了呢 他想起了波罗奈 波罗奈这会儿呢 有爵位 什么爵位 他是大清朝的一等胎记 要不说这雍正皇帝 是一位健康不可夺其治的皇帝 直接就把波罗奈提升为故山贝子 那这越集体吧呀 在大清朝很少见 就做了这个大清朝管理西藏事务的总管 那广是寡伦管理地方事务的大清朝肯定不放心 正式派驻了驻葬大臣 也就是说呢 这寡伦呢 是驻葬大臣属下的一级地方政府 当然了啊 没过多久啊 又推举出几位啊 做寡伦 共同治葬 他呢 让这些人管理前葬 他又回到了他根深蒂固的后葬地区 可是呢 有一点在诀位上永远没人能超过他 并且啊 在这些嘎伦当中啊 他有绝对的话语权 哎 和这个藏王啊 也差不多 这大清朝呢 留下了一文一武 两位驻葬大臣 一位呢 是大臣僧格 还有一个呢 是都统麻辣 远征军的大部队陆续的撤出了西藏 留下了两千兵 这两千兵干嘛使呢 哎 护送着这个六世达赖喇嘛回礼堂啊 没过多久 这雍正皇帝一到圣旨 刷到礼堂 命这个达赖喇嘛的父亲索南达杰 进京面圣 这下可把这个索南达杰吓了一跳 他是怕这雍正皇帝秋后算账 到了北京之后啊 哎 处置他 果不其然的 到了北京之后 雍正皇帝见了他之后 一通臭骂 严厉责备他参与叛乱这事 去完之后啊 哎 这个索南达杰呀 就给送回李帆院去了 住在李帆院的管义当中啊 我想这索南达杰呀 肯定是一宿没睡 连上吊神都准备好了 干脆呀 自个儿把自个儿解决得了 也省得让雍正皇帝千刀万剐 因为呀 这个阿尔布巴和龙伯内 在拉萨千刀万剐的场景 他现在是立地在目 到了第二天早晨呢 这皇的圣旨真来了 哎 这老家伙 嘟鲁嘟梭的接纸啊 一听宣读以后 他踏实了 什么旨意呀 受他为辅国公 他听完这圣旨之后啊 心酸放下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啊 这雍正皇帝的 为君之道 哎 延斥你之后啊 让你以后不敢再犯了 然后还得安抚你一下 可是呢 安抚归安抚 这雍正皇帝明显没能原谅六世达赖 以及他的父亲索南达杰 让他呀 回到礼堂之后 带着六世达赖喇嘛 继续往东迁 那再往东到哪呢 再往东啊 可都到了康区的东边了 康区东边有一个叫泰宁的地方 那有个庙啊 叫慧远寺 让这个达赖父子暂时居住于慧远寺 那您想想 就在这几年当中 这达赖喇嘛 对这个西藏整个教区 他还有什么影响力 我想啊 肯定是没什么影响力了 那长此下去呢 换了两代人之后 这大伙把这事一遗忘 那达赖喇嘛 这一戏呀 就算终止了 那么说 这六世达赖喇嘛 还能不能回到拉萨呢 我想这都是废话 不过呢 他怎么就回到了拉萨 咱们明天详细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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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